首長 議員 各位媒體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 恭喜市長 10點8 而且是滿意度第一 我想市長應該也會認同說 應該是我們團隊 我們市府團隊 還有我們議會 還有我們市民的支持 那當然 我們在此之中 我們也看到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台中市的 不管在辦什麼活動 像我們台中市的爵士音樂節 剛剛也有講過 文化局也有講過 也很多的參與 而年輕人跟我們一些的中年人都很喜歡一些的老歌 或是年輕的一些喜歡的歌 那當然 我們這幾年來的購物節也辦得非常好 讓我們的庶民經濟 從基層的庶民經濟 到我們所謂的購物節跟郭考節 還有整個一個物條券方面 這些的所辦的 大家都非常認同 那當然 很多就是現在我們的社宅也是一樣 社宅也讓全國 我們算是第一名 的戶數算第一名 還有我們一些的重大建設 市長 上幾天是我們的巨蛋 整個一個開工之後 我相信台中市的市民的任務會 市長 你這幾年所說的一句話 開不了工 要開工 完不了工 要完工 這句話是振奮人心 因為台中市這幾年來的一些的重大建設 會展中心 綠美圖 還有我們的巨蛋開工以後 真的讓我們走入國際的一個都會 這些都是我們大家看得到 當然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也是一直在 我們的一個交通部分 交通部分在一個捷運 就是一個軌道方面 我們雖然只有綠線而已 可是我們現在也爭取到我們的延伸到大坑 或者說到彰化 那整個一個藍線跟我們的局限方面 我想藍線它整個核定了 可是我們希望在整個未來的局限方面 要加進腳步 因為整個一定要有三條以上 才能夠讓我們整個一個雲印很多暢順 那當然我想在這之中 我們的一些的這些的全國人民 或者說台中市民的一個對你的肯定 那我想在很多方面 我是說市長在整個交通方面 我要想說我們現在要記取 未來現在開始要的規劃 整個74號道路的完成以後 現在國道市跟所謂的我們的74號延伸 就雜道到國道一 而且我們附近的一個重大建設非常多 而且整個我們現在我們的霧峰大里 整個太平這個沿線方面 我們每一次看到上下班都是一個 都是什麼都是塞車的 都上下班都是下閘道都塞車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交通局 要盡快來研究 整個看到是不是從我們的74號 就是延伸高架延伸的道路出去 到我們重要的道路 像松竹路、崇德路、像我們的太原路、東山路 像我們大里的一些的重要道路 還有我們的西屯跟我們南屯附近 用高架的延結方面 這樣塞車的情形才會減少 所以說這一點我想說在此建議我們市府也拜託市長 請問我們交通局要盡快來做一個 不要塞車很嚴重 而且讓我們的延伸高架延伸到各個區域去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 也是一個經費龐盤 所以說要盡早來做一個規劃 那今天我也要講說我們捷運方面 整個終結方面 我想這次的事件發生 整個一個我們的站務站長跟我們的隨車人員 他們對還有保全人員 他們對所謂的我們這個刑疑犯 他的安撫還有判斷整個是假槍或者整個方式 而且在整個刑控中心跟警察的一個配合方面 我想這次算是做得不錯 可是在裡面我也看到我們現在有一些 就是因為這個越南他過去他有調查以後才知道 他之前有做過所謂的送醫的紀錄 表示他精神有一些問題 所以說我想今天我們很多的議員同仁所講出來 就是讓我們的決議局裡面 董事長你們一定要我們議員裡面 要蒐集一些資訊 我們這些都一定要特別去做 或者說演練 或者說做一個SOP 因為整個如果像這樣子的話 像第一站在我們整個下車以後再讓他上車 我想這個是真的比較不妥 所以說我們怎麼樣配合警察 配合保全人員 在整個這一站以後 我們就排除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不能再讓他在 沈花言 謝謝主席 市長 副市長 各位